全油管最快新闻,8月3日,重庆西站一名女乘客的长发被卷进按摩椅,导致无法动弹。 幸好在众人帮住下他成功脱困。 调查发现,原因是按摩椅的保护层遭到破坏,不仅这一座椅,其他按摩椅也遭到同样的破坏。 目前,相关部门已经关停所有按摩椅,进行整改,并正在审查相关监控录像。 此事发生在重庆西站的车站处站大厅,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